大家好,今天是5月21日星期二 所以又有個嚴正聲明 這個是上星期出的新的騙人的東西 大家留意 如有懷疑,請打防騙22線,182月2 好了,我們再看看今天市場 今天市場因為有跌,所以就跌了 接著有5個板塊上升,其他2個升,其他3個是跌得少 升的板塊都很誇張 一看就知道,不足以構成,對大市有大影響 再看看媒體 一元雞都未到,有些連蠔子都未到 無謂說了 其他就很多是基金股 基金股現在多了,以前只有回風的農場基金 現在又多了,這隻升了一點點 接著就是獨領風騷 建築股,建築股,建築股都很誇張 這裏不足以1元股 中環新能源,這等於我會有推介的 這就會很不同 接著有房積股 房積股,你看到這些 你找到的時,都好像不太多形式 因為它是很誇張的股票 再接著有家庭和個人護理 除了巨子生物的價錢大跌 它其實都很誇張的 北林國際也是OK的 也挺好的 譚穆像在做的事情也是OK的 不過一直都是業績表現不前的股票 好了,再其次我們看看個別股票 個別股票,一片錄也不用說了 好,錄完之後呢,我跟著看看旗子 旗子,噢,看到有些回落的跡象 那這個回落的跡象呢 還在回落到保利通道的 是上族那裏 那麼,還沒死得住的 還沒死得住 可能去到多少呢?可能去到108 1888點,即是19000點會破的 可以是這樣 好了,昨天就說可以回調到195左右 今天就去到這些位置 那麼,這個逐天要調低 那明天會不會落穿108呢? 基本上應該是188可以有望守得住的 有望守得住的 那麼,跟著之後呢 這個是,這個周線圖來的 這個周線圖 那麼,日線圖當然不同了 日線圖就開始就看到 回落多少少了 那麼,回落的時鐘呢 去到什麼呢? 那麼,去到這些 來到之前的話 1,2,3 我一般來說呢 就會認為 認為 如果跌遷之前的三天的低位呢 就not very good的 三天之前的低位是什麼呢? 就是1,2,3 這個低位呢 這個低位呢 就是190 190的話,再比它低一點點 去到187 這裡 那如果去到188的話 就已經差不多跌穿了 五天前的低位 那就 那都 不用想 都是 no good啦 是不是? 如果不是,就應該受氣188度 或者之上 那就會變得比較好 那麼,跟著我們看看 今天有什麼股票可以買呢? 那麼,想一想 有益是深圳高速 那是一種股票可以買呢? 那是一種股票可以買呢?